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上午在海南博敖会见前来通习 博敖亚洲论堂2018年年会的 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 荣誉董事长肖万长一行 习近平欢迎肖万长先生 和各位台湾工商界朋友来到博敖 共化亚洲地区合作发展大计 他表示 今年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台湾问题攸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岛内工商界朋友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习近平说 两岸的前景一定是很光明 虽然它会历经一些风雨坎坷 这个都不足为惧 我们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这样两岸的路会越走越宽 前景会非常的光明 习近平强调 两岸一家亲 我们愿意继续同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让广大台胞台企 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最后说 我们应该共同来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欢迎你们 谢谢 谢谢